眨下眼睛又回到香港 是啊 等了很久 我上年10月回過一次 你真的隔了兩年多才回 有什麼感受 很久沒試過這麼熱 我很久沒試過出汗 而且出那麼多汗 這是第一個感受 又熱又濕真的很厲害 雖然不是太習慣 但也很開心 熱得很開心 因為真的可以回到這裏見家人 吃點美食 是很開心的 我知道你會有很多感受 我也有些分享 但就不是今集的重點 是嗎?我準備說了 給你折一折 我們有些事序 我們今集想說出境的過程 出入境 我們的交通安排 是 航班的情況 還有說少少住屋 好啊 第二個重點就是 說說兩位小姐 兩年多沒有回來香港 是 頭一個星期 究竟他們第一時間 會去什麼地方做什麼呢? 他們都OK瘋狂 有點瘋狂的 不知道大家各位網友 你們小朋友回來 會不會都是 一樣那麼瘋狂 去那些地方做那些事 是 他們拿到很多回憶 其實去那些地方 是嗎? 非常之暢快 我們不如說回我們出境的情況 好啊 我們買機票吧 是 機票你負責買的 我們說一下 我們最終坐什麼 是 我們都相對地真是早買 我印象中是 我們7月飛了 10月11月左右就已經買機票了 當時最便宜的 是600磅 就是坐Lufensa 漢山航空 就要轉機的 就在德國轉機 不過呢 今次我們轉機的時間 相對地都很短 就是大約等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就好在那些行班都順利 就是準時的 因為我最初都擔心 咦 得過幾小時 如果它萬一有些什麼 第一班延誤了 你說不到第二班 那就可能行程就會阻礙到 我想那個價錢應該差不多 所以我們聽到一些朋友 即是你轉機 暑假時間回來香港 都是約6000多元 早買就是了 如果遲買 你這個價錢就不行了 如果遲多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才買的話 那我有些朋友 已經是要去到 大約700磅至800磅左右 轉機 那去到有些朋友 就真的很遲 暈暑假前三四個月 才決定回香港 那些就真的要去到 一千磅或一千幾磅 是要轉機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 其實你計劃中 究竟下一個暑假 會不會回來呢 如果是會的話 真的趁早些去預定機票 你是可以便宜很多 那說一下我們那個交通安排 去機場那一程 今次我們怎樣搞 去機場呢 我們由雷斌出發 本身如果我們一家四口 預約一架車 就大約100磅左右 那我們今次呢 因為我們出發 就和朋友 兩家人一起 搭同一班機 那所以呢 我們就兩家人 就夾坐一架車 那架車就大小小 就一百四十五磅 一程 是的 就可以坐到 我報的時候 坐七個人 那就有七件行李 除了兩家人 即是每人七十多磅 我覺得都不錯 其實便宜了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一家人 大約有100磅 那這個呢 如果大家是和朋友一起出發的 都可以考慮這個 夾坐這個方案 他的車都夠坐的 即是座位 計算了司機 就叫做九座 後面還有很大的行李區 是的 所以 都是一個可考慮的方案 是 還有我們 即是兩家人又住得近 他是可以提供 說去兩個地方去 pick up 是 不過他就要加少少錢 那我們比較限界 我們就說 不要了 我就早一點去朋友家 就載了他 以及載了行李 過來我家 然後就一起在家裡出發 亦都有朋友試過 即是在 又去 Reading 去機場 就是駕駛自己的車去的 是 然後就把那部車交給那些公司 那些叫做 機場停泊服務公司 是的 有很多間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搜尋一下 是 那個做法就是你交了一部車給他 好像大客拍車一樣 是 都要留在時的 是留在時的 他駕駛去他一些 他指定的地方 是 等到你回程回來的時候 他又駕駛一部車去機場 去機場給你 收費都是視乎你去多久 是 印象中他那次回去香港 都是 是的 兩個星期左右 兩個星期左右 都是白鬆些磅 白鬆些磅 都叫做省到一些錢 有機會便宜些 但是看你放心 就是把車交給他 兩三個星期 沒錯 放不放心 還有看你自己的需要 沒錯 譬如說你的行李太多 自己的車未必擠得到 那就未必適合用 接著就說一下 出入境的情況 首先我出發前 發生了一件事 令到我 很害怕 擔心了一段時間 怕到 怕上不了飛機 或者要拔錢 要拔錢 那究竟做了些什麼 蝦的事 是的 以往都是你負責的 今次你又忙著 那我就幫忙去做那個 叫做預辦登機 是 online做的 入入入入 入到最尾 它是叫做immigration 那些details 都要input 那我就逐個入 入完我 入你 接著入中小姐 OK 接著就 入到蕭小姐 那我再看一看 它那個名稱的輸入 即sertname和firstname 噢 打錯了 調錯了次序 哎喲 即是姓氏放在名字那裏 是的 那去到最尾 這個 小小姐那個 那個retcon 我才留意到 才發覺 有問題 是的 接著它又不能讓我 重做 嗯 那就擔心了 糟了 會不會我們幾個人 那些護照的資料都不對 但是當晚我又見到你的樣子 又不是很焦急的 那樣的 我向來很耐念的 看不到我真正的情緒 好在 接著就上網看 有沒有得改 又似乎沒有得改 那它也有說 你要是所有東西取消了 再重新做 那麻煩 第二就是你不知道那些位子 會怎樣的 那些位子都很緊張 你一掉了 可能一家人坐不在一起 的了 分散了 接著我上網看 其他人的comment 有人試過 又好像說都沒有問題 你去到機場 counter 那裏改便可以了 那 半信半疑 不知道 但最終都決定 早點去機場 才處理 對了 那去到機場又怎樣的情況呢 首先你可以說回自助登機 那樣東西 去到機場 我們看到很大條隊 然後有些朋友就去排隊了 看到有位就排隊了 然後我就在這兒游下游下 你們去排隊吧 那我看 咦 被我發現好像有部機可以 吊下去 原來那部機 就是幫你拿行李帶的 然後職員就很好 他就說你拿些body pass來吧 那我就想回答給他 他就幫我鑿 逐個scan scan完之後 就出了那些行李牌 他就說你貼到行李那裏就OK的了 咦 行李牌 那我們就不用排隊了 還有他的行李牌的尾部 其實有些barcode的條在那裏 細小張大約好像食指那樣大張 小了一點 那其實他有三張 你就撕出來貼在同一個皮箱那裏 他有個barcode是scan的 然後那條帶就做在行李那裏 其實你只需要把那條帶 結合在一起 然後按一按它 它就結合在一起 但我們不懂 是 就是因為對而接了 是 最終我們問職員 就已經可以很順利解決到了 那搞定了之後 就不用排長路 就很短地直接去那個 行李drop in 是的 Drop in的行李 搞定了 那你剛才那個擔心的東西 到這一刻你都還在擔心 是的 我們就如是者去到行李drop in 的位置 有職員在 旁邊有部電腦 一直放行李上去 我就問那個職員 我懷疑我輸入資料的時候 可能打錯了 我給了些passport 就叫他幫我查一下 真的錯了 真的錯了 那怎樣? 是否不讓你上機或者罰錢呢? 它的反應也不太驚訝 我相信這些事情偶爾也會發生 是 他說不要緊 幫我即時更新記錄 即是即刻改就OK了 是的 但在這個時候 我又覺得 這麼生散 我想加些東西 在這個時候 即是越來越多要求 多要求 這個大家可能都會有興趣知道 究竟我們離境的時候 用特區護照還是用BNO 我們都是買機票的時候 連我網上辦理登機 都是用特區護照的 但是去到這個行李drop-in的時候 反正他改資料 我就跟他說 我想轉回用BNO 是的 那他又沒有問題 那你為什麼想轉呢? 為什麼轉BNO呢? 就是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離開英國的時候 無論我去年回香港 或者我們開車去法國玩 都覺得好像 沒有出境紀錄 沒有出境的計錄 那究竟 英國政府知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了呢? 是 這句一路都是我們的疑團 我們覺得 盡量用BNO 去做出入境 出入境 那他的記錄就會更清楚 我們感覺就是這個 不能夠裝實 是 不過這樣 都聽到有些朋友說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出境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用特區護照出境 那英國政府不知道 是否聯繫到特區護照呢? 就是知不知道你出境 所以 但是你入境一定會知道 嗯 那變成如果你出境 所有的boarding pass 全部留下它 沒錯 那這個就是一個證明 就是說如果當你去申請5加1的時候 他知道你 哦 你什麼時候入過英國境 就是說你出走 走過 那你走了多少天 他可能要求你拿一些證明 那那個boarding pass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沒錯 證明你什麼時候出境 什麼時候入境 這樣 所以呢 所以boarding pass留下 都相對重要的 我建議大家盡量 保留清楚所有這些 就是買機票 boarding pass 這些記錄 好 讓我問你 上次法國那個 你有沒有保留 是沒有的 哈哈哈哈 很多東西我們經常提醒別人 但是自己都不記得做 不是 其實我保留了一部分 但是那個船飛有沒有名字 在上面 不知道啊 那你 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但是我想乘飛機的登機證 一定要保留 一定要 有你的名字 有日子 所以你這次有沒有丟到 你那張 我保留了 你那張 不是你保留嗎 是嗎 不知道 等一下 先查一下 哈哈 所以我覺得做了一個小實驗 原來你買機票 甚至online登機 用一本護照 去到現場 drop in行李的時候 都還可以改 對了 不過你改完之後 又另一個擔憂 又有擔憂了 話說 我們其實買機票 就買這個漢沙航空 那我們第一程就是漢沙航空 好了 但是當我們轉機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漢沙航空 和國泰航空是聯型的 所以第二程機呢 我們想就是上國泰航空 那好了 那你擔憂了些什麼呢 其實現場 我們也有跟一些朋友說的 就是同行的家庭 我們轉回用BNO 那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你回到香港 或者上機去香港那程 會不會有什麼阻滯的 那他一這樣說 就真的又會有些擔心 是的 因為第一程漢沙航空 那他承認BNO沒問題 當你轉機的時候 如果轉機他檢查一檢查 咦 你這個到不到香港的 不讓你上機 那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他真的問 我就拿回本特區護照出來 問題不大 不過可能煩得煩你 而最終整個過程 都是沒有再被人問 看護照 沒有人理你 其實都是沒有人理 你照樣走回去你登機閘口 那時候就要上機了 是的 回到香港大家都知道 其實入境那一刻 都是用身分證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不用太擔憂 另外可以說一下 我們今次的住宿安排 哇 簡直五星級的行手 五星級 首先這個地方是有 全天候的服務 即是service apartment 是的 包膳食 還有有什麼不舒服 都可以問他意見 或者想喝什麼 煮什麼去幫忙 還有幼兒託館 很厲害 幼兒託館 今天也託了去老遠的迪士尼 迪士尼 哇 34度這個託館者 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說得了 是的 那我們很開心 回來兩位小姐的公公婆婆那裡住 是不是可以說得上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我就是知道 有得吃老婆做的東西 是無比幸福 幸福到爆炸 沒有吃兩年多 是 現在吃飯 嘩 真是 什麼味道都回來了 很棒 我會分享一點片段 我認為是 其實上一次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是 吃了很多餐的出去 總結來說 我最享受的是 婆婆做的晚餐 特別是吃海鮮 薑 蔥 炒 蟹 開 說得那麼辛苦 炒蟹 而且我喜歡炒蟹 是 真是不得了 這次我們也有吃 婆婆做了一餐 有魚蝦蟹 雞鴨 哇 那一餐真的是不得了 以它一人之力 煮11個菜 14個人一起吃 微微出來都是熱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樣安排 14個人吃11個菜 比你去酒樓吃一圍的 厲害 而且好吃很多 11菜還有一個湯 我們回來公公婆婆在這裡住 首先省減了找酒店的開支 真的差很遠 你回來隨時兩三個星期 或是一個月 你住酒店隨時是一萬多兩萬元 要的 要的 例如我們有些朋友 老家住不下了 要出去住酒店 怎樣安排好 有沒有好處 我突然忍有記起 好像有個朋友剛巧有家人的房子是空置的 是 不知是轉租還是轉租當中 可以先住一個星期 這也是一個選擇 不過這樣不是人人都會有這麼巧的 如果不太巧要租酒店 有什麼好介紹 租酒店 其實我以往聽有些是月租的 就幾千元一個月 那就挺便宜的 那些是說你租半年 一年那種月租 就不是你回來住三個星期 四個星期那種 所以身邊的朋友 最終都是上網預約酒店 嗯 是的 但是最近聽到朋友說 原來你去那些Hotel.com 啊 Goda那些預約 那你真是逐晚計你 直接預約 那原來 這種情況 你真是long stay 是可以直接聯絡酒店 去談一下 有 discount 是啊 那朋友的經驗就是 他在Hotel.com 就逐日計去 然後他就傳電郵去 酒店就真的給了一個 挺優惠的價錢 應該都有七折 是不是 七折差不多 那他就大約是 平時就大約千多元到一晚 那他就可以去到大約七百多元到一晚 他這個好像long stay 是要超過兩個星期 嗯 但是這樣又不是一定有這個offer 因為朋友呢 就試過他用完之後 跟著他隔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兩三個星期 他另外一些朋友再預約 已經是沒有這些offer 那所以呢 就大家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話 第一趁早 第二知道有這樣的途徑 每一間都試一下問一問 那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啊 都是那句啦 早有計劃就早點去找 就有機會便宜一點 那我們還有很多感受想分享的 那在接下來的第二集再說吧 第二集說我想說完 湧出來的感受 我給你足夠時間說 好 那現在就看看兩位小姐回來 頭一個星期了 大約是 究竟怎樣瘋狂化呢 去了什麼地方 吃了什麼 玩了什麼呢 那大家細心欣賞 好 我們去片 去片 回到香港很興奮 心情怎樣啊 我就是熱死了 熱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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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兩年多沒有回來咯 我的回憶 是不是想哭啊 鼻敏感 哈哈哈哈 嘩 回到香港玩這些啊 No 啊 那你在我學會嗎 這些卡存了多少年啊 3 3 我來啊 我們吃兩、三公斤 大 咯 好了 好啊 那我來吃兩位 這兩位 中文文字幕 吃咖啡 好 好 我去吃那些 哈 回到香港最想吃這些 只有 火雞 炒蜆炒蟹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餡 ор 这是你回到香港的第一个正式活动 我认为我感到很高兴 你以前有学习冰吗? 有 那为什么你姐姐不陪你一起习冰? 因为她约了朋友吃饭 所以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也认为 看起来 第二个活动是什么? 冒险乐园 冒险乐园 让你回味一下 终于见到你了 这个是你回到香港之后第一个正式行程 是的 我订了彩虹 我们两个都订了 恭喜 恭喜 那你去了哪里? 你不和我们一起玩的 你觉得呢? 有人约了朋友去购买 对 那你的朋友去哪里? 去看衣服 不知道我看到他们订彩虹 我认为他们订彩虹 所以我们冒过来 那你赶下你的朋友也不行 快点回去找他 我不会去哪里 我不会去哪里 你别看 我刚才遇见到香港同学 是在英国学校的香港同学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回来 去看朋友 看家人 对 对 是 好像未來的 如怨爾尚啦 對吧 是 沒出發的經意說一定要來這裡吃 哇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的 蛤? 是嗎? 我第一次來的 你沒有來的 沒來過 是不是很耐勞啊 我喜歡吃 Christy 吃第一塊 Cheers 很好吃 媽咪 很有第二塊 回來了幾天 最好吃的一頓是哪一頓 這一頓? 不是婆婆煮給你吃的嗎 婆婆很生氣 我吃東西是吃過 是吃過環境 即是說婆婆的環境不夠滿意 不是啊 不是這樣的 我們深夜重返九龍城 現在是 想哭 想哭嗎? 10點3 認得很多地方 是很好 因為他們無緣無故 全部都很熟悉 但是 好像我剛進去吃 那些東西回到家 你呢?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好像遊客 高樓大廈 全部東西很熟悉還是不熟悉 是啊 那我們這麼晚回來九龍城的目的是什麼? 吃糖水 吃糖水 我還要下了寄貼 不然出來 好像 你這麼晚會 慢慢看 我們日後再回來慢慢走 你們成長的地方 進去吃東西 你不想走嗎? 不是啊 好奇怪 哇 沒有食物在這裡 那些食物是否回憶更加湧現 哈哈 很開心啊 真是 九龍城必吃 必吃必吃 好 吃東西吃東西 吃東西OK Happy Happy 吃完糖水和雷沙湯丸 不夠厚 還要加上招牌糖不甩 燼髒 AK 帽子 analytical